在偏乡 独居是长者越来越常见的生活样态 然而在独居背后 失智更成为近几年 偏乡长者的另一项生活挑战 如果还可以 他们都不会想要去跟 年轻的孩子去市中心住 因为这不是他的老家 也不是要熟悉的环境 区域内的失智症照顾 已经是重要议题 不过医疗资源却是最大的难题 就医除了失智鉴定 医疗介入也攸关病程的控制 然而在偏乡 就医的第一步却不容易跨出 他们光是要把这个失智的长辈 或者是失智症的家人 就是哄骗到医疗院所去 就面临一个很大困境 然后加上呢 其实我们这边的一个地域性 其实是很广的 那有时候一个交通的便利性 并没有这么的充足 医疗资源的不足与不便 限缩了就医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